各位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LifeWave 产品网络研习会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您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会由大卫史密特先生来参加 他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 那么很高兴您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远程会议 您可以听到我们吗 一切都好吗 嘿 Jeff 您好 我一切都好 您可以相信吗 我们现在已经是11月份了 你知道我是在佛罗里达州的 所以从来不感觉有冬天的感觉 我实际上是在新泽西州长大的 那实际上在我们这边在犹他州 在窗外都已经下雪了 真的是感觉到像11月份一样 那我知道呢 在这个月当中呢 我们会有很多很棒的事情 那么在您开始介绍之前呢 我呢会跟大家来讲一下 我们这个月呢会有一个黑五的 这样的一个促销的活动 而且呢 我们将会这个 推出我们等待已久的 芳香聊法喷雾的产品 包括Shun和Dream两个产品 所以我非常的兴奋 我确实呢也非常感觉到兴奋 因为呢这项技术已经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我们一直在研发 那么这种项目呢 就是当时我们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进入到市场 所以呢 我对于这个发展过程 是感觉到非常兴奋的 尤其呢 是我们的第一个血液研究 检查结果表明 验证了这种方法呢 确实是对我们的身体 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的 所以呢 我非常的兴奋 我们有一种全新的方式 来跟我们的贴片一起来互补 那当然我知道最主要的产品呢 是X39 我知道呢 今天我主要来讲的就是 Ala Vida贴片 所以呢 我就是想跟大家来澄清一下 因为作为一个公司呢 我们首先要做的呢 就是提倡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希望大家呢 拥有一个健康的饮食 并且呢 很好的安排每一天的生活 比如说 要这个吃有营养的物质啊 还要这个锻炼身体啊 多喝水啊 使用贴片 那对于干细胞的活性来讲呢 很有趣的一方面是 当您拥有最好的抗氧化剂和最佳的这个荷尔蒙 处于活性的时候 那么它的功效呢 就会更好 那也就是说 在 男性和女性当中 当您考虑到这个搞同水平的健康时 它呢 在搞同水平优化的时候呢 就能够使我们的干细胞工作更好 所以当您考虑到合成代谢呀 还有荷尔蒙平衡 那实际上呢 它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个全新的支持方法 所以我感觉到非常的兴奋 能够利用这个技术 我知道在之后的几年当中呢 我们会看到它的成果的 就像这个您所说的似的 我们呢 会有一个很小的预告 那之后呢 我们还会有网络研习会来重点介绍这些产品 那么大卫 那么我们言归正传吧 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谈的 就是我们要专注的这个Ala Vida贴片 我知道呢 有一些东西您想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你可不可以直接就切入主题 带我们了解一下产品 那现在呢 我会把时间交给您 然后之后我们再继续对话 当然好吧 Jeff 那在我给大家上幻灯片之前 我呢 想花一两分钟的时间 来讲一下Ala Vida贴片的历史 这样呢 我们的成员对此 对背景有一些了解 我是在呢 2002年来创办这家公司的 那当时呢 我主要是着重于能量增强贴片 那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搞清楚 该如何制造贴片 如何进行临床研究 如何这个营销它 那么在2004年的时候呢 我们终于推出了这个我们的贴片 所以呢 我们的周年很快就要到了 是11月10号 这个呢 是我们Lifeway公司 开始以一种直销的公司来进行的 那当然讲到了生活方式的产品 讲到了抗衰老产品的话 对于Ala Vida贴片的发展 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呢 我们有贴片 但是呢 我们不知道要如何推销它 Ala Vida贴片 可以呢 提升上皮胺 那实际上呢 值得我们花一分钟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上皮胺 它是一种天然存在 在大脑松果体当中的一个物质 在生物当中 还有医学院当中呢 他们都有讲到 上这个下球脑呢 是大脑的中心 这句话并不完全的正确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说实际上都是从松果体开始的 那有趣的是松果体与视觉皮层相连 换句话说 我们这个光线是从眼睛里面进来了 那么光进入到我们的视觉皮层 然后这些光子进入松果体 松果体依次启动信号分子 这些是激素和神经激素前提 它们向下球脑发出控制 控制身体其他的部分和发生信号 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呢 是我们开始看到 光与信号 由光所控制的信号之间的互动 以及呢 与松果体之间的重要性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要来关注这一点呢 那对于埃及人来说 他们认为松果体是灵魂的种子 他们怎么知道会有这一点呢 实际上他们几千年前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但是如果松果体是灵魂的种子的话 松果体是由光来调节的 那么这就产生了 并且呢 我确认了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呢 我们是上帝的孩子 我们是由光所产生的 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讲到实际上一点的话 当我们研究如何对抗衰老 如何阻止衰老过程 逆转衰老的话 松果体控制身体其他的部位 那么也许呢 有一种方法可以来通过松果体来抗衰老 这个问题是由一个俄罗斯的科学家 所提出来的 他的名字呢 叫做Vladimir Kvinsen 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科学家 我希望呢 有一天我能够见到他 但是呢 他是住在俄罗斯的 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他 所以根据他的研究 实际上呢 他花了整个的职业生涯 都来做这个研究 也就是说 我们的松果体产生的态 以及呢 甲状腺和胸腺所产生的态 来通过他们来解决老化问题 所以呢 在Ala V的贴片 还有松果体的这个个案当中呢 他发现最强大的一种态 就叫做上皮胺 并且呢 他有发展 他有这个制作出来一个产品 叫做 艾皮塔龙 所以如果大家对此感兴趣的话 那么你们会发现呢 艾皮塔龙它会延长端力 并且呢 减少氧化和炎症压力 所以当我当时制作这个贴片的时候呢 我就是想要让它能够提升我们的上皮 安速 减少氧化和炎症压力这个问题 那有趣的呢 是提到Ala V的贴片的起源 我们有贴片 但是该如何推销它呢 因为我们有一种产品 它可以帮你减少氧化应激 好像这一点听起来不是很性感 对不对 听起来好像没有营销的效果 所以当时呢 我跟我的团队有讨论 所以我们想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法 也许呢 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引入一种全新的护肤的机制 那么其理念呢 就是说我们要从内到外的来保护我们皮肤的健康 所以我们当时想到与这个皮肤科医生啊 化妆品科学家呀 合作来开发一种有机的护肤品 这样呢 我们涂在身上的东西进入到皮肤以后 不但呢会营养皮肤 而且呢 还能够帮助我们皮肤茁壮的成长 这个是完完全全超过一种简单的补水的理念 那么我们是希望呢 它能够修复我们这个 胶原蛋白 所以呢 这个就是Ala Vida的贴片的这个历史 好我现在呢先不聊了 给你一个说话的机会 不用的 你讲的真的是非常有趣 而且呢 我特别喜欢听 昨天呢 我们也有讲到这个历史 就是在你 像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幻灯片之前 你能不能跟我们再多讲一点 就是说怎么能够从内到外 从外到内的来改善我们皮肤的健康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产品真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产品线 这个是不可以与其他商店或者是杂货店的这种护肤品相比的 所以呢 那我认为大部分人呢 如果他们很关注自己的健康情况 对于大多数人的话 他们都希望能够延长自己的健康 比如说某一个人想活100年的话 当然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这不是我的心态 当谈到衰老和目标的时候 我的心态是非常不同的 但是假如有人说 我想活到100岁 我想活得更健康 不生病 不依赖别人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目标 而且呢 是可以实现的 所以当我们说这就是计划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实现到它呢 首先我们要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 要做这个肌肉训练 以便呢 保持我们的骨骼 肌肉不会萎缩 这些是基础 并且呢 每天要摄入充足的蛋白质 和健康脂肪 维生素B 以便呢 它能够给我们身体提供能量 我们必须要喝这个足够的水 不要吸烟 在这种情况下呢 来使用贴片 尤其呢 是我们的X39的这个产品 它呢 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保持年轻 和健康 因此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在今天的研究中说 围绕着衰老 有一些非常明确的机制 会导致衰老 过程 也就是说 到底是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呢 但是有一些事情是肯定的 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 身体开始累积 氧化化学物质 这些化学物质呢 会损害健康组织 我们也会积累 首先呢 是这个急性状态 然后呢 是慢性状态 它呢 这个是有两种不同的分子 都会损害健康组织 今天呢 实际上有一个术语 我们就是讲到 炎症是与衰老 有直接关系的 好 那么关于呢 AlaV的产品和一样贴片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它能够调节炎症 而且呢 不会损害我们的健康组织 所以可以保持健康 至少呢 可以帮我们战胜衰老一部分 有一种软体动物 可以活到500岁 在它的细胞膜上呢 没有任何炎症的痕迹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 即使是在500岁的时候 看起来也健康 没有任何老化的过程 所以呢 我要讲的就是说 要正确的管理 氧化和炎症压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 也就是说 我听到你所说的是呢 就是说 你要管理炎症 而且呢 要同时使用贴片 这样呢 内外相结合 在佩戴贴片以后 才能更有功效 对吗 是的 确实是这样的 我听说呢 有一家公司 我不会提它的名字 我也不是说 嗯 他们的产品不好 但是呢 他们会说 我们的产品 在你使用以后 10年或20年之后 你会看到好处 从技术上来讲 我不知道 那家公司的产品 是否有效 但是坦率的跟你说吧 消费者就是想要 今天就看到 这个产品的好处 他们想说 当我使用了一个产品 这个虽然听起来 可能很不错 但是呢 怎么能够在 我的生活当中 显示出 确实是有好处的呢 所以在我们的 临床研究中 我们的产品 会在短期 有非常快速的 这个益处 大家呢 可以甚至 在一天以内 就发现 自己的睡眠有改善 对于伤口的愈合呢 我们可以在 一周十天 或者是三周 以后来看到 我们伤口愈合的过程 所以我们的产品的 功效是非常快的 那对于 Ala Vida来说呢 也是这样的 因为呢 如果我们要控制 氧化和炎症压力的话 我们的临床研究表明 在使用了 两到三个月之后 实际上呢 使用了三十天以后 我们的皮肤质量 将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 但是呢 它的机制是 因为它能够给大家 带来之后很多年的好处 也就是说 您可以得到短期 以及长期的健康的效果 我太喜欢您所讲的了 这个呢 是 确实是 把我们的产品 与其他公司的产品 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好 这个当 我们昨天 讲话的时候呢 您有 给我看 你的这个 幻灯片 从头到尾 看到了 这个呢 给了我一个 很好的 概括的了解 也就是说 它像一个 整体的仕途一样 让我了解 这个过程 比如说 有白天的日霜 有晚霜 还有贴片 所以您可不可以 今天呢 也跟我们大家 一起来分享一下 当然可以 我保证 我不会像昨天一样 讲的那么快 所以呢 我知道 您给我们带来的信息 特别好 我现在呢 就这个 在后面 专心的听您来讲吧 好的 这个呢 实际上 是在2017年的时候 我所分享的内容 那么 虽然是几年前了 那么这个信息呢 对今天来讲 是同样的至关重要的 那 讲到这个 Ala V的产品 我们是从 贴片产品开始的 它呢 是围绕 这个我们的 护肤的产品 来设计的 讲到一些重要的事情 因为当时呢 我们 想与一个 很棒的化妆品 科学家 一起来合作 并且呢 他持有专项的 这个多项的专利权 我们要求呢 他必须是一个 天然的产品 这个我们的理念呢 就是 当你 把某一种东西 放在皮肤上的时候 那么 皮肤是湿润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是可以渗透 你的皮肤的 所以呢 这个大多数的护肤产品 它里面都有合成的人工成分 所以我们不想让这些成分 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 我们想使用的是 天然的 这个材料 这也是呢 必须是以科学为基础的 必须呢 有临床研究来支持 所以我们去了美国顶尖的 临床试验室之一 他们呢 是对这个大型的护肤公司的化妆品 进行测试的 我们也让他们呢 做临床研究 所以我们让 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 他们会很快就看到效果的 确实也是这样的 所以再来讲一下 如果呢 我们这个在皮肤上 涂上某一种东西的话 我们会 通过这种方式来检测 这个护肤品 是否是好还是不好 同时我们也希望 它有一个治疗的作用 因为呢 我们真正想做到的呢 是保护皮肤的健康 修复 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 以便呢 能够促进我们身体自然的 产生透明脂酸 同时 保持皮肤的湿润 所以呢 我们是有这样的机制 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同时 我们也希望 从一开始 就提供一个完整的系统 所以呢 我们有白天的这个日霜 我们有晚间的晚霜 还有贴片 这个呢 就是一个系统 所以Jeff你知道 我们有讲到 这个Alavid的产品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将来的产品线当中 还会更多的添加其他的产品 所以对于Alavid来说呢 我们决定 它必须是天然的 我们 不希望有任何的人工合成材料在里面 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不仅呢 这不仅呢 是我们产品当中 包括了哪些物质 也包括了呢 我们选择不包含哪些物质 在大多数的国家 对于产品的功效 所能够做出的宣称 是非常有效的 在美国和欧洲也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化妆品呢 也是这样的 你可以说你的产品可以减少细纹和皱纹 可以赶上皮肤的保水性 但是呢 你不能做出任何结构性的这个声明 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呢 就变成了一个医疗的这个宣称了 所以呢 它就不再是化妆品了 即使是我们没有做出这样的声明 也并不等于我们的产品 没有其他的好处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日霜 不仅呢 它是保湿的 而且呢 是抗衰老的 同时呢 它与阿拉V的贴片 是有一个协程作用的 那我们的这个核心的理念之一呢 就是我们来使用海藻油 因为呢 这个海藻油当中含有非常高的DHA 它呢 是一种必须的脂肪酸 那实际上今天呢 我有阅读一篇关于这个人类大脑的文章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造成我们的认知的能力下降 因为很多的这个健康保健从业者呢 都知道这一点 因为呢 我们的身体当中的DHA会减少 所以我们的大脑会萎缩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在饮食当中 要吃三文鱼 而且呢 要吃橄榄 因为呢 它有这个单脂肪和饱和脂肪 并且呢 可以来保护我们的大脑 维他命C呢 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呢 它是一个脂质的形式 这个脂呢 脂的就是脂肪 因为呢 它很容易进入到体内 它会触发身体 来修复胶原蛋白 所以呢 就会减少细纹和皱纹 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维他命C还能够做些什么 因为我们的一些成员当中呢 比如说他们的膝盖和肩膀的这个软骨 已经有流失了 那么他们可以服用呢 高剂量的维他命C 可以呢 通过 静外注射或者是口服的方式 这样呢 会激发身体当中 产生更多的骨光肝态 那在产生之后呢 可以帮助我们修复胶原蛋白和软骨 这样可以帮助使用者呢 来使他们膝盖当中的软骨再生 所以呢 这一点是非常强大的 同时呢 我们也有米糠油 有黄油 有澳洲坚果油 有种子油 所以呢 是非常丰富的 当时呢 我们合作的这个化妆品科学阶 推荐了这种混合物 因为它非常紧密地模仿了 人类皮肤当中的油脂 也就是说 当有了这些油脂以后 它会滋润皮肤 但是而且呢 不会感觉到油腻 而且也会被人体的皮肤所吸收 也就是说 可以使您的皮肤保持水分 在某些情况下 您可以感觉到 它立即了减少细纹和皱纹 而且呢 皮肤感觉到不会特别的油腻 而且呢 迷迭香的提取物 是一种天然抗氧化剂 那么我们有加入这种 天然的抗氧化剂呢 是可以保护这个油脂 免受氧化 同时呢 我们有一个这个 无气泵 它呢 可以完全地保护 产品当中的完整性 所以呢 这个产品的底线就是 它有呢 这个抗氧化的活性 它有油脂 可以改善皮肤当中的水分 可以保护身体 保护你的皮肤 免受环境 毒素 它呢 是一个天然的屏障 并且呢 每天使用维他命C 有助于修复 受损的胶原蛋白 和改善肤色 而且呢 这个非常这个薄 就是像日霜是那样的 不会感觉到很厚 那现在呢 我们讲到了这个碗霜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它非常有趣呢 是我们发现 大多数的人 几乎是可以帮他们立即改善 有这种晒伤的情况 因为呢 我有一些爱尔兰血统 我呢 有意大利 德国和爱尔兰的血统 我的皮肤呢 真的是爱尔兰的人 而且很容易被晒伤 那我在加州住的时候呢 我有涂抹 因为呢 我出去晒太阳晒伤了 所以呢 我有涂抹Alavida 在我使用了它以后呢 它这个瞬间的 这个维他命C 就帮助我的这个晒伤消失 所以呢 当时我们就决定 所有参加我们的会员 这个旅行的这些会员呢 我们都给他们提供一个 免费的Alavida 以保护呢 他们免受晒伤 所以效果非常好 它是会有帮助使用者 不会更好的修复晒伤 但是呢 我们并没有宣称这一点 好 那么现在呢 讲到夜间的这个配方呢 它是有牛奶态的 因为牛奶态呢 会使我们身体产生 更多的透明脂酸 我知道有一些产品 它呢 是直接把透明脂酸 抹在皮肤当中的 但是呢 最好的方法呢 是能够让身体自然的产生 牛奶态就可以这样做 与我们的这个日间配方是一样的呢 我们也有使用微枣油作为基础 其中呢 有两个成分 它呢 是这个 脂容性的维他命性的维他命C 还有牛奶态 同时呢 也有其他的这个油脂 它可以帮助运送牛奶态和维他命C 我们发现 当我们同时使用白天的日霜和夜霜的 晚霜的时候呢 确实是会减少细纹和皱纹 并且支持皮肤再生 当我们同时使用这个 涂抹的这个霜剂的时候 在同时使用贴片以后 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减少氧化和炎症压力 还有呢 与衰老相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很不幸的是 当我们到了25岁的时候 我们的细胞纤维的生成量开始下降 因为胶原蛋白呢 是体内最丰富的蛋白质 它形成了所谓的细胞骨架 所以呢 它是一个细胞的骨架 当我们的胶原蛋白减少的时候 细胞开始萎缩 越来呢 越难保持细胞的水分 所以这一点对于逆龄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必须呢 要恢复体内的胶原蛋白的产生 或者呢 是补充胶原蛋白 以便呢 让这些细胞纤维再次活跃起来 那么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就是使用牛奶钛 然后呢 我们也谈到了 不光呢 是牛奶钛可以增加胶原蛋白的生成 而且呢 还可以增加透明脂酸 这也意味着牛奶钛 它可以有助于支持皮肤的结构 和皮肤的这个清水作用 所以呢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日霜呢 是配合晚霜的 它给皮肤提供非常好的营养 我们在临床研究中发现 在使用Elevee的30天 60天以后呢 使皮肤的这个紧致度 还有呢 这个肤质呢 都有明显的改善 好 我想现在我已经讲了 这个很多的内容了 好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贴片 因为呢 我们已经是详细的讲过了 我现在呢 先要跳过几页 因为实际上呢 这些我都已经讲过了 这个 是我们的生物脉冲测试 在我的实验室当中呢 我有两台设备在佛罗里达州 我非常喜欢它来测试贴片 一个呢 是生物脉冲 另外呢 是一个扫描 我喜欢它是出于不同的原因 因为呢 它两个都可以对生物电 做出测试 生物呢 脉冲呢 就是实际上 是在一两分钟以内 就可以实时的 获取身体 50个不同区域的 这个状态 那么当你把它 跟人体连接起来的时候呢 当这个人使用贴片以后 在五分钟之后 你就会看到 在它的生物电的毒素方面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我想这个澄清一下 这个设备呢 可以提供看起来像 电脑图示的这样的一个报告 但是呢 它是同时测试身体当中 50个不同的区域 包括呢 肝脏啊 肾脏啊 这个恶液啊 等部位 那么当获取这个数据以后呢 它会转为图像 这样呢 您可以迅速了解 它发生了什么 这个呢 是一个62岁的男性 左边呢 是它的基础线 我们可以看到 在使用贴片五分钟以后 身体当中的生物电的活动 大幅的增加 这个呢 松绿色 这个代表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果 这个呢 是43岁的女性 她呢 有很大的健康问题 那么这个绿松色呢 认为我们是一个完美的结果 这也是在使用五分钟以后 非常戏剧性的变化 所以呢 这个所表示的意思是 它的健康问题并没有消失 但是呢 它体内当中的生物电信号 开始稳定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我们知道体内的生物电子系统 控制着我们的生物化学 这样的话呢 生物电好了 就能够更容易地拥有健康 在这个研究当中呢 我们显示出来 它显著地降低了氧化压力 我们不仅通过生物电的测试 同时也通过了血液测试 所以非常有趣的事情是 您可以在 我们的网页当中 读到这个 我们当时所做的测试 我们当时有做电监制扫描 我们发现 当人们使用到 Ala V的贴片以后呢 他感觉到自己的意识 更清楚了 有一些人呢 觉得这个 他们的梦会更清晰 或者呢 他们处理信息更快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它的恶业的部分 有亮起来 这个Ala V的贴片 当然它对皮肤有好处 但是它的作用 远远是不止于此 是的 我们有统计 这个显著的效果 它减少了身体当中的 氧化压力减少了17% 我们体内是需要氧化化学物质的 因为呢 它可以压制病毒和细胞 我们并不想完全把它的消除 只是呢 想要控制它 因为这一点呢 对于这个年老以后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当我们减少氧化压力的时候 我们身体当中的 抗氧化系统 就会自然的增加 所以我想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讲了不少了 因为我知道大家有问题 这个呢 是很多的信息 确实是这样 谢谢 谢谢您花时间跟我们来讲 因为呢 很高兴可以看到 每一种产品的这种 直线性的这种显示 因为呢 我在这里 我是做市场营销的 所以我在这里呢 有做笔记 我听到的呢 这个一些重点 就是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 都围绕着这个护肤品 来这个工作 所以呢 你 所发明的这个贴片呢 它是一种 体验性的 这个产品 因为大家很期待 而且呢 我们都是有临床研究 和测试来支持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 你所讲的这种 由内到外 由外到内的这种概念 还有呢 你所说的 这个成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消费者心中 是非常重要的 是清洁的 尤其呢 像这种乳液的话 它是可以渗透到皮肤的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然后呢 最后一点呢 我讲的 就是 我意识到的 就是Life Wave的产品 因为呢 我们的产品 是帮助身体自然的 去做 它该做的事情 只是做得更好 所以呢 当你讲到 这个 我们的 日霜和晚霜 可以触发身体当中 产生更多的 胶原蛋白的话 这一点是非常强大的 感谢呢 您花时间 跟我们来进行讲解 给我们更多的信息 当然是这样 还有Jeff 我讲的 我想的另外的一个事情 就是 那现在的市场上呢 那现在的市场上呢 有一些护肤产品 他声称可以瞬间减少这个细纹和皱纹 实际上呢 我和我的一位朋友 在几年前 他是一个医生 在2006年的时候 我们就去研究 另外的那家公司的产品 因为呢 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化妆品科学家 他的这个产品呢 他使用了一些微球的活性化合物 在身体当中 几分钟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减少细纹和皱纹 当时我们是蛮兴奋的 但是呢 当我们看到了他的临床研究以后 我们了解到 这些化合物 他实际上呢 是对皮肤产生了不自然的压力 他实际上是分解了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 在使用他的产品四到六周以后呢 实际上你的皮肤变得更脆弱 当然大部分的消费者不了解这一点 但实际上确实是市场当中有一些护肤产品 他承诺会给你带来很大的这个好处 但是实际上对皮肤一点都不健康 所以我想说的是呢 就是你要非常的小心 来评估其他的产品 看看你能够找到什么样的信息 因为呢 并有一些护肤产品 他绝对是对皮肤不好的 所以这个护肤品 是一定要自然 尤其呢 你要考虑到有一些化学物质 会进入到身体当中 好的 我们这个有几个问题 因为大家有很多问题 还有呢 我要来讲一下 当我们讲到 就是说 可能我们之后还会有 更多的产品 就是说 我不能够说的太多了 只是告诉您 我们将来还会有很多 这个令您兴奋的事情 所以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产品 是否 能够 是否是指 涂在脸上的 还是可以涂在身体 其他的部位 我想说的呢 是我们 我们这个 这个目的 目的当然是 希望使用者 把它涂在脸上的 因为呢 我们有临床研究 这个临床研究呢 是基于 在 把它使用在 面部以后的效果 但是呢 并没有 任何理由 阻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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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不把它 涂在身体 其他的部位 只是呢 我们没有 做任何的宣称 比如说 我知道 有一个男性 他实际上 有痔疮 他有使用 晚霜 来帮他 缩小 痔疮 当然 这个呢 就是一个医疗上的 这个宣称了 我们不做 这样的宣称 但是呢 我还是觉得 这一点是非常有趣的 当然 如果有人 想把它作为 这个 护手霜的话 也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会 有一点贵 如果呢 您皮肤 还有一些 其他的这种 这种 很敏感的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涂抹 实际上 产品当中的 所有的成分 你都是可以 摄取的 虽然呢 我不这样建议 可能 吃了以后 嗯 对胃不好 但是实际上 假如你真的是 不小心 把它吃到嘴里的话 也没有关系 我看到 还有一个 另外的问题 除了贴片以外 除了这两个 护肤品以外 还有没有 其他的生活方式 需要改变呢 我知道呢 您有讲到 很多的 这种 生活方式的改变 也就是说 还有哪些 好的这种 生活方式 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 有更好的健康呢 当然有很多 我们可以做 首先呢 当我们 讲到皮肤的健康时 我们 就是要了解 我们做什么 才能够更好的 支持人体的健康 在今年八月的 大会上呢 我们 这个 想到 如何能够 抗衰老 到底有哪些方法 可以做到 那 我当时有引用 一项 这个 临床研究 这个是 布鲁斯 AIMS 是加州伯克莱 这个分校 所做的一个研究 它 表明呢 这个 左旋 肉碱 和 乙酸 可以帮助 修复 线粒体 能够使细胞 变得更年轻 更健康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硫酸心 对皮肤 是非常有 好处的 可以补充 乙鲜肉碱 和硫酸心 它可以支持 皮肤的健康 同时呢 也会帮助你 有更好的认知功能 还有呢 假如说 如果呢 您 有糖尿病 或者是 糖尿病前期的话 您可以 这个 每天 服用300毫克 3到4次的 硫酸心 这个呢 是会帮助您 控制血糖的 另外的呢 一个很好的例子呢 是基态 如果 有些人 他们的饮食 习惯不好的话 那么您可以 每天服用 β饼胺酸 补充剂 它呢 是一个 很好的 抗糖化的 营养剂 同时 它对皮肤 也有好处 因为呢 它可以 保护 皮肤 免于 受到血糖 升高的影响 所以提高 所以提高 肌态 可以 保护你的 端力 不缩短 延长 你的寿命 保护和 恢复 认知功能 保护 心脏健康 保护 你的 这个 骨骼肌肉 恢复 体力和 耐力 所以提升 肌态呢 是有各种 好处的 这个呢 是我所讲的 几件事情 您可以做的 当然还有其他 很多的您可以做 所以重点是 您不只是来看 皮肤的健康 你要知道 哪些事情 对整个身体 都有好处 所以这一些 都是直接互相联系的 对吗 确实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甚至是说 像喝水 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事情 都可以影响到 我们的皮肤 对吗 是的 这些都是有 这些都是互相连接的 那么还有呢 一个问题来了 就是说 这个Ala Vida 贴片 是需要 这个 多贴几个贴片呢 还是说 还有这个贴片的位置 在哪里 那我们的临床测试呢 是在使用者 使用一个贴片以后 您当然 可以使用多过一个贴片 但是呢 在使用多个贴片以后呢 可能这个效果有递减的问题 嗯 除了这个以外呢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一个贴片就已经足够了 除非呢 有一些人想 取得某一个特定的结果 但是呢 我认为在贴 Ala Vida贴片的时候 是不需要 这个使用 多过一个贴片的 嗯 因为当时的我的设计呢 它是 向这个松果体 发出信号 所以呢 它是来帮助你的下球脑 提高你的上皮胺的 所以您可以把它贴在太阳穴 或者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天眼的位置 这些呢 位置都是可以的 还有很多人 因为这个贴片 产生很强大的生物电的效应 所以当您把它贴在太阳穴 右边的太阳穴 或者是在三眼的时候呢 会产生一些非常强 非常清晰的梦境 有很多人喜欢它 如果呢 您可以接受的话 那么可以继续贴 太棒了 这个问题是 我想这个呢 是使用者已经 是我们的这个 很忠实的粉丝了 它的问题呢 是这个Ala Vida贴片 和伊昂贴片 还有骨光甘态的贴片 到底有哪些不同 是不是他们都对 这个炎症和这个控制氧化 这个压力 有用处呢 实际上呢 它是不同的 因为呢 伊昂它提升的态是不同 伊昂呢 是会提升 这个肝脏当中的态 这个态呢 它可以激活 这个我们的原始的免疫系统 所以当 我们使用它以后呢 我们会看到 它增加骨光甘态和SOD的这个提升 同时呢 它是一个广谱的 这种 削减炎症的这个标志 在使用伊昂以后呢 我们会看到 脂肪过氧化物 同型半光氨酸减少 因为同型半光氨酸的水平升高 与心脏病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也有看到 这个C反应蛋白的减少 这个看到 脂质过氧化学物减少 所以伊昂呢 是一个广谱的消炎的作用 那AlaVida呢 可以减少氧化压力 所以这两种产品呢 它同时使用的话 效果非常好 可以帮助控制发言的情况 好 我想可能我们还有一个或两个问题 好 我来看下一个问题 就是您建议 该如何使用这个产品 是否有一些顺序 是否要先洗脸 还是怎样呢 您是否有建议呢 是的 在我们的这个八月会的大会上的时候 我们有讲 一般来说呢 可能 对女性来说是 这个会更谨慎 就是 将贴片 贴在干燥清洁的皮肤上 不要先涂这个保湿霜 因为呢 如果您先涂抹了保湿霜的话 这个贴片可能会不会很好的黏在你的皮肤上 那么白天的贴片的话呢 您可以贴X39 X49 能量贴片 早上起来呢 先做运动 洗洗洗 洗个澡 然后呢 再贴贴片 在晚上的时候呢 可能8点或9点的时候 您可以把贴片 这个拿下去 在睡前 比如说在睡前 10点钟以前 您可以贴这个晚间的贴片 要 把它贴在这个干净 清洁干燥的皮肤上面 这样呢 以便贴片能够正常的工作 这个是一点都不繁琐 只要它靠近皮肤就可以工作 所以呢 您讲的这些事当中呢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 实际上 有一些简单的 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 是很重要的 有的时候改变这个习惯 是有一些困难 但是呢 如果你坚持下去的话 你就会看到这些产品 会有效果 有的时候养成一个新习惯 是有挑战的 我认为呢 这个是需要一个 很好的计划的 当我们考虑到 改变生活方式时 我们考虑到的是结果 你知道 如果你每一天 能有一个小小的进步 那么在几个星期 几个月 一年以后呢 这些结果会累积起来 当你看那些好莱坞的名人 他们这个为某一个电影 做准备的时候 不管他们有没有使用肋固醇了 这是另一个话题 但是呢 他们在准备期间 就是开始改善饮食习惯 正确的饮食 锻炼充足的睡眠 所以在几个星期 几个月以后呢 身体会产生变化 所以呢 我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看这个过程 首先呢 你是先要有一个计划 你呢 不是说 一定要在一周以内 就有效果 而是呢 在通过一段时间以后 你确实是会看到效果的 所以像八月份的这个大会 我呢 帮助大家来制定一个计划 比如说 这个一天当中 你可以这样去做 这样呢 在几个 几个礼拜以后呢 你就会非常自然的去做 所以呢 先从计划开始 这个是重点 所以也就是说呢 有良好的习惯是 非常重要的 并且呢 大家也做出了很多研究 它是很有价值的 好 现在呢 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 我们真的还有几分钟 就到点了 所以我想 看我们社区当中成员 来的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呢 是关于 这个 日霜的 日霜和晚霜的 你可不可以单独使用 还是说 必须要使用贴片以后 才会有效果呢 即使是您只使用 夜霜和日霜的话 不使用贴片 都会有看到效果的 所以呢 这个是 我想问这个使用者的问题 您希望达到哪一个效果 当您开始的时候呢 如果您开始使用 Eleveda系统的话 我推荐 但是 如果他很喜欢 Eon贴片的话 那么他可以晚上使用贴片 然后呢 可以只使用 我们的日霜和晚霜 这个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如果您购买三重的这个产品的话 日霜晚霜加贴片的话 效果会更好的 好 非常感谢 感谢您花这么多时间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些产品 这个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当您在讲的时候呢 我注意到 这个在大家的 这个评论当中呢 我 这个不断的滚动的看到 大家实际上呢 都在写 这个产品 有非常好的 这个使用见证 而且呢 这个如果您希望有 更多的效果的话 您可以 到我们的网站 myalevita.com上面 去获取更多的信息 我知道呢 您有讲到这一些科学研究的部分 大家呢 可以到网页上面去阅读到更多 所以感谢您 感谢您花出宝贵的时间 那在我们今天结束之前 您还有没有最后的结束语 要跟我们讲一下呢 昨天我在新闻当中 看到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 这个新闻消息 让我 再次的提醒我 这个世界当中 是有很多黑暗的 这一点呢 可能让大家感觉到沮丧 但是呢 我认为现在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让了解 上帝呢 和自然 总是给我们提供 好的解决方案的 生活当中 总会碰到问题 但是总是有解决方案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不管是健康也好 或工作也好 所以呢 我想鼓励大家 祷告 寻求上帝 寻求自然的解决方法 他们就会找到 他们所要找到的答案 不管呢 您所处的情况是什么 总是有机会 可以改变 可以成长的 有可能呢 这个过程并不是 很轻松 但是呢 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说 是用火来纯净金子的 所以呢 当我回顾我生活当中 所遇到的挑战的时候 有一些这个过程 并不是很轻松的 但是呢 它让我变成了 一个更好的人 所以非常感谢上帝 我经历了那些事情 所以非常感谢 今天有机会 能够和您 和我们的成员 一起来交谈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以便呢 我们可以通过它 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来给他们带来希望 我太喜欢了 所以非常感谢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研习会 到此结束 感谢大卫 感谢Jeff 感谢所有参会的人士 感谢观看 Thank you so much. Appreciate it. Thanks, Jeff. It's been a pleasur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everybody. Thanks, everybody.